车主说过年了,杨哥送你个礼物,放到电池厂里了 应该是这个小黑盒 他说杨哥你打一看看喜不喜欢 咱们看看这个是什么礼物 今天是1月15号,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 虽然说要过年了,我这个还在工作当中 然后今天呢,辅顺的一个车友把他的车架发过来了 想带咱们菜鸟改装一下 为什么发车架过来呢 就是大家也知道我前段时间翻新了很多的二手车 然后也跟大家说了,二手车翻新太难干了 暂时不接了 然后这个车友买的全新车也想发过来给我翻新 我说我真懒得拆 我说你要真想弄的话,真想改吊耳改电池舱的话 你把车的外格内格全都拆好了给我发来 然后还能便宜很多钱 于是呢,今天这位车友把他的车架已经发过来了 是一辆典型的车行标配车 正好咱们今天就着这个视频的材料 可以跟粉丝们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个车行的车卖的那么便宜 这是一辆很典型的车行卖的这种大众的近战斯大木的车 它虽然说已经拆完了,但是它上面的很多配件依然可以作为咱们讲解的材料 首先呢,咱们从前面来看 镜头拉近一点 大家看啊,现在这个车行标配车已经开始出这个双叠发的了 虽然说它是双叠的 镜头再拉近一点 对焦一下啊 这个轮毂上面还都是气孔 你看你就说这个做工有多么的差 做工多么的差 然后这个简震也是某不知名的品牌 铸造头的前简震 看到了吗 这个简震出厂价可能也就几十块钱 可能也就几十块钱 然后这个刹车盘 看着它不懂行的人觉得它一样吗 这不跟杨哥那里车 它是个假浮动盘 它没有浮动扣 看到吗,这是个一体盘 这个轮胎也是一个杂牌的轮胎 在转起来的时候也是不圆 我最近在网上也看到了 前面一套总成688 前面一套总成788 真的非常的便宜 但是呢 一分钱一分货 你看它给你用的这个材料 然后再看看 咱们这个车用的 看看 电镀的 RPM双跌轮毂 不管你怎么刹车 也不会出现轮毂断裂的情况 而这种轮毂之前在网上 已经有车友发现了这个刹车的时候 或者说撞车的时候 轮毂断裂 再看看咱们顶点的这个GP4卡钱 看看咱们这个 杀王的前逼阵 是CNC头的 这个是铸造头的 非常的粗糙 刹车盘 台湾婆的真浮动盘 看到吗 然后轮胎 马迪斯的 6029 轮胎 再看咱们所方向柱 啊 锥形的压力柔成 上下全是 看 这个上面也是锥形的 看到了吗 你再看车行的这个 滚珠的压力柔成 然后 咱们接着往后看啊 我还没讲完呢 看它这个平差 车行也会跟你说 啊 排骨平差啊 看看这个排骨平差 再看看咱们的排骨平差 正宗的一代的大排骨平差 非常的厚 你这样 摄影师从侧面 侧面录一下 看看这个材质的厚度差多少 看到吗 然后我告诉大家 正宗的一代排骨平差 中间这个装饰瓶件 装饰这个东西 它是实心的啊 不像这个打的中空的 看到了吗 很明显 都是偷工减料的产品 然后 再给大家 看一下这个 车行标配车的电机 好 这个是一个 我看看啊 看看这上面 写的是多大的形象 这上面 还没写 应该是个 2000瓦的 省电增强版的电机 2000瓦的 省电增强版 一般都是车行 卖车的时候 标配的车给你带的 你看看这个 这个是省电增强版 电机的电机线 只有这么粗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改装车用的 瓦片电机 电机线是多粗的 我这样拿 你们可能没有概念 咱们两个电机 对比一下 看看了吗 一分钱一分货 咱们一个电机 好几千元 它一辆整车 才好几千元 那你们说 这个材质 材料 用料上面 用件上面 是怎么比 对吧 很多 不懂行的车友 在看咱们作品的时候 经常说 同样的金站 四代目 车行卖七八千元 而咱们菜脚这块 一辆整车都两三万 两三万 经常会攻击我 说我这个东西贵 那你们看看 车行的东西 跟咱们的东西 能比吗 对不对 而且咱们玩的东西 还不像说福建 那些高端的玩家 他们都是六位数的电动车 咱们已经是比较亲民的 一些配件的 稍稍用一点好件 这辆车的造价就不止两三万 对不对 然后呢 咱们不是说 这个车行的车 有多么的不好 多么的破 因为它便宜嘛 便宜 你只能买到这种品质的车 这种车在车行卖 售价也就是七八千元 而咱们呢 是不推荐车友们去 这样玩车的啊 很多东西跟咱们 一步到位的车 是没法比的 你看咱们用的是直推伤泵 这个伤泵全都是侧推的伤泵 镜头可以拉近看一下啊 侧推的伤泵 咱们是直推 这个侧推拉双叠 还不是特别的有利 然后呢 整个车架 看也没有 五慎板 也没有加固的地方 然后也是从这个正侧面 正侧面看 这个吊尔就是很简单的挂到这个原车架的上面 导致这个平擦形成了一个往下 用力的 啊 这个姿态 非常的丑 后边的卡键也是明哲的 是个基础款 啊 好赖这个后检镇还可以 后检镇是穿男的 是个正品 我刚刚检验过了 这个车呢 马上给车友 把车架的电池舱切掉 焊成咱们菜鸟风格的 然后整个车做一个加固 在改装的过程呢 咱们就不拍了 因为现在东北非常的冷 今天我看 今天室外的温度是零下十度 大家看我说话的时候都有哈气的啊 然后也是 马上过年了嘛 很多车友在找我弄东西的时候都给我带了一些新年的礼物 这个是今天我们本地的车友给我送来的一种豆油一个大米 然后外面这个四代木的车主也是 说杨哥我给你带了礼物 你打开看看吧 然后我今天打开看看 他送了我一根野山参 虽然说这个东西不是特别贵 但是车友的这份心意我心领了 可能也是想让杨哥好好补补 你杨哥现在还可以 还能干得动 这个呢心意我领了 但是这个东西我确实是用不太上 这个我准备给我父母拿过去 让父母吃补补身体吧 车友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以后这种礼物啊 不要往我这里送了 因为你们能在我这里改车 能让我增加一些手工费的收入 我就已经很满意了 这些礼物咱们就不需要送了啊 然后呢 今天段子就到这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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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